一次解雇事件却留下了七年之后巨大的隐患 并且引出了公安与警察之间无数的纠纷 究竟应该怎么做才能平衡正义和利益 大家好,我是市长花哥 今天为大家带来日本犯罪电影《相棒2》 特名组的组员神户正准备上电梯 电梯门打开的时候,里面一男一女正在争执 男人想要拉走女人,可女人不停地挣扎 神户进门的时候,他看到男人竟然掏出了一把枪 见状,神户突然拉住女人,然后赶紧关上了电梯门 过了十几秒,神户再次走出电梯门 打电话给特命组组长山下右京警官 告诉他自己刚才在十一楼见到了一个持枪的男人 与此同时,警局里的火警开始报警 不一会儿,四处都是烟雾 紧急的铃声打断了会议室里的谈话 突然,刚才电梯里的男人冲进了会议室 一枪打中了吊灯,威胁众人都不准动 接着他用柜子堵住大门 让警师听一群大佬抱起头来,挨哥坐好 而会议室外面已经乱成一团 山下右京吩咐立即封锁这栋楼,并联系中原残屎官 因为会议室里有两名总监和数名警师听部长 他们不敢轻聚妄动,指挥大庭内 此时赛场的最高长官就只有残屎官了 残屎官却对自己很不自信 山下右京在一旁表示 急于解决事情,而是人质安全于不顾 二人选择强行突入的方法是最后不得已的手段 所以要提前避免走这一步 残屎官听到这话 觉得山下右京简直就是在看不起他 他命令特命组离开这里 山下右京和神户也没有休闲 同城去了另外一个房间 并打电话给米泽 让他给自己准备几件东西 房间里,山下右京告诉神户 虽然他把那个女人从犯人身边带走是明智的 但他却没有问女人的名字和工作 神户解释,他认为应该优先考虑追捕犯人 这时,米泽和郑川也带着一箱装备来了 原来是绳索和手套 不一会儿,山下右京就已经绑好了 尽管其他人还没有准备好 山下右京就已经先行跳了下去 此时会议室里,犯人正在威胁众多高层 突然玻璃外露出了一个男人 正是山下右京 山下右京拿出相机 直接拍了一张男人的照片 然后立即让神户他们把他拉了上去 山下右京赶紧带着相机来到了指挥部 告诉他们,犯人用的是左轮手枪 他已经打了两枪 所以他最多还剩四发子弹 当然也不排除再带了换用子弹的可能 参事官却让山下右京少多管闲事 山下右京也没有生气 只是让参事官等会把他的降机还给他 参事官却表示 山下右京去垃圾桶里找 见山下右京如此恶劣的态度 山下右京很深呼也不想再继续待下去了 两人扭头就走了 米则通过山下右京相机里的照片 很快就匹配上了一个人 男人叫八重数者也 以前是警事厅前巡察部长 大家猜测 也许是因为受了处分而被开除 从而记恨在心 所以才搞出这么大的阵仗 对这消息的山下右京决定再拨打一次内线 可当犯人接通电话时 他却吓得赶紧把电话递给了旁边的人 犯人说 自己需要的是时间 让警察别来打扰 守完便挂到了电话 而此时 会议室的走廊里已经部署了大量人马 既然谈判不行 他们就决定来应的 强行突破会议室的门 警事厅甚至动用了直升机 让在门外埋伏的人 在直升机对会议室 照射强射光的时候破门而入 山下右京和神户来到了前台 找到了来访名单上 八重数者也的名字 而带她进来的 就是那个电梯里的女人 曹比奈贵子 山下右京两人找到了她 询问她和八重数者也是什么关系 曹比奈贵子解释道 他们二人是警察学校里的同学 毕业之后两人就没怎么见过 那下午的时候 八重数者也突然联系她 并拿出枪以此威胁 让曹比奈贵子带自己来到警事厅11楼 与此同时 会议室内的细分也已经降到了冰点 犯人的耐心似乎也到达了极限 直升机也已经来到了警事厅 山下右京看的直升机大喊一声 这简直就是胡闹 说完赶紧跑向了会议室的方向 尽管拼命地想要阻拦 最终还是没赢过上司的命令 随着直升机强撤光的罩主 两队人满强行进入会议室 却发现犯人已经重弹身亡 原来刚才在会议室里 灯熄灭的瞬间 几个高层想要称乱制服犯人 结果在一片混乱中 八重数者也中了弹 局面就此平静下来 可在日本 就算是劫持案件 一旦有人被击毙 就必须确认开枪者 可当调查员询问 是谁对八重数者也开了枪时 数十人却无一人说话 一个叫林木的部长表示 自己为了吸引犯人的注意 率先冲了出来 然后剩下几个人都围住了犯人 最后 长谷川副总监举手表示 是自己开的枪 可他只记得 混乱之中自己碰了枪 却不能肯定 是否击中了八重数者也 反正需要有人来承担这个责任 就让他来承担好了 此话一出 其他部长也纷纷表示 如果这样的话 也算他们开的枪好了 调查员对他们的态度感到惊讶 副总监解释道 这个案件不需要检查方的判断 属于正当防卫 而对方持枪劫持人质 可以说是恐怖分子 面对暴力 他们团结一致 副总监说 作为一名警察 他并不为这次事件而感到羞耻 蚕食关键状又再次站出来原场 他表示 这次案件就以林木部长为开枪者结案 他会向检方提出报告 随后又恭敬地送走了各高层 在米泽送来的资料中 山下游行了解到 那把枪上唯一能识别的指纹 都是八重树折野的 而在八重树折野的鞋子上 还检测出了有机溶液 神户表示疑惑 八重树折野的目的到底是什么 飞行新次 劫持了12位部长级以上的任务 却不提出任何要求 也不进行交涉 一旁的山下游行表示 除非他们了解八重树折野 为什么要劫持人质 否则这期案件就没有彻底结束 接着 山下游行和神户两人 开始寻找那晚在会议室里的部长们 三宅部长说 八重树折野什么也没做 只是在那不管不顾 大喊大叫 接着山下游行两人 又找到了长谷川副总监 副总监表示 八重树折野因为被开除 怀恨在心 所以才劫持人质 是一个不正常的人 山下游行却说 用发烟筒转移注意力 还有威胁性社稷 他反倒认为八重树折野 拥有正常的判断力 听到这话 长谷川表示 山下游行是一个有趣的人 我们所需要的 就是像你这样拥有冷静判断力的人 保护国民通常要找出证据的答案 他让山下游行有什么事再来找他 并且不需要预约 看似山一的背后 仿佛隐藏了什么 为了调查清楚八重树折野的目的 山下游行和神户 再次找到了朝比奈贵子 神户问他 为什么八重树折野有那么多同学 偏偏就找上了他 朝比奈贵子解释道 因为在这里工作的只有几个人 而自己碰巧也在内情 山下游行说 两人的关系恐怕不只是同学那么简单 他拿出一份报纸 上面登记的是关于一艘船起火爆炸 导致一名搜查员三名犯人死亡的新闻 而朝比奈贵子之前任职的部门 负责国际恐怖分子 碰巧的是 内阁部门也负责这个爆炸案件 当晚 警察冲进恐怖分子基地之后 三个恐怖分子全部死亡 其中一名警察也选职 而那名警察 正是朝比奈贵子的未婚夫 巡查部长姬村荣吾 当时 朝比奈贵子和姬村荣吾 发现了恐怖分子的据点 想要逮捕整个组织 当年那个恐怖组织的目的 是想要暗杀来日本访问的 美国国防长官 如果美国政府重要人士被暗杀 则会引起外销问题 为了阻止暗杀 朝比奈贵子当年所在部门 进行了彻底的调查 接着他们对据点进行了突袭 正当他们在远处等待情况时 却发现一个人 从毒品交易所走了出来 这个人正是八重数舍也 他走上船想要进去 却很快被发现并制服 朝比奈贵子想要推迟任务 可姬村荣吾却说 国防长官三天后就要来日拜访 如果这次让他们逃走 那么就没有机会阻止了 而此时船上的八重数舍也 已经被人带上了塑料袋 准备闷死他 一行人冲了进来 姬村荣吾把晕过去的八重数舍也 交给了朝比奈贵子 自己随即去追赶恐怖分子 就在姬村荣吾在铁门前 和恐怖分子争执时 对方却引爆了炸弹 就这样 姬村荣吾牺牲在了火光之中 山下有精问朝比奈贵子 既然以前发生过这种事 为什么那天晚上在前台 还会给八重数舍也签字呢 朝比奈贵子表示 这七年来 他一直告诉自己 既然选择了这个职业 就要做好训职的准备 所以他不会把姬村荣吾的死 怪罪到八重数舍也的身上 可尽管这样不断地催眠自己 那天在前台的电话里 听到八重数舍也说 想要和自己说声道歉时 朝比奈贵子还是没控制住自己 他想要当面告诉八重数舍也 如果当初他没有出现 就不会发生那种事 既存荣吾就是因为他八重数舍也死的 而另一边 警方通过搜查八重数舍也的家 找出了一张被撕开的照片 照片上是一个纹身的胸壳男人 联想到八重数舍也以前所在的部门 主要负责毒品调查 山下友情和神户两人找到了角田科长 通过照片 角田猜测 这是在中国的上海 因为男人胳膊上的纹身和日本的不太一样 随后角田告诉他们 恐怖分子七年前就把上海黑帮当作幌子 在日本唐人街附近建立了据点 虽然三名组员都已经被毙命 组织也因此破灭 但在附近 还是存在一些有组织撑腰的商店 还在继续营业 两人拿着照片一家一家的询问 大多数人都声称并没有见过 可当两人来到一家小吃店时 却有一个男人表示 自己店里有认识他的人 接着 男人带着山下友情和神户来到了门店深处 穿过黑暗狭窄的走廊 男人突然拿着照片 历声质问两人 为什么要找照片上的人 话音刚落 身后也走来了五六个拿着武器的壮汉 山下友情和神户两人都愣住了 男人再次质问 为什么拿着曹良明的照片 而曹良明正是照片上的男人 带头的男人说 曹良明是他们组织的叛徒 而他们的兄弟因为曹良明而遇害 说完身后的一群人 开始让两人滚出去 山下友情和神户 也做好了战斗的准备 这时门口来了一个女人 当他看到那张照片时也很惊讶 连忙问山下友情两人 照片是从哪里来的 见周围的男人都听女人的话 山下友情告诉女人 这是一个案件嫌疑人的私人物品 女人表示 自己想了解的更详细些 让山下友情两人跟他走 原来 当初八重数折也也来过这里 而他则是来找曹良明的 可对于刚才上海帮那伙人来说 曹良明是大叛徒 就算把他撕碎了也不会解气 八重数折也为了找到曹良明 而潜入了上海帮 最后被误认为是曹良明的同伙 惨遭虐待 还是女人实在看不下去了 救下了八重数折也 那张曹良明的照片也是他给的 手完 女人就对两人下了出颗令 别让他们以后不要再来这里了 回去之后 敏则利用技术 通过八重数折也的手机通话记录 他在过去一年内 频繁从一个基站打电话 而公寓内基本没有什么住过的痕迹 这意味着 他在附近有个隐蔽的住所 这时 山下友情突然想到 当初八重数折也被杀的时候 从他的鞋子上 检测到了微量有机溶液 敏则立即开始寻找附近的染色工厂 找到地址后 三人立马开车前往工厂 当三个人小心翼翼地进去之后 发现房间里的空调一直开着 随后 他们在一间屋子里发现了一具尸体 而尸体胳膊上的纹身 让几人瞬间就猜到了他的身份 这个是曹良明 而曹良明的身下 甚至还放着干冰来围治尸体 旁边的米泽开始检查尸体 全身都是烧伤的痕迹 但时间已经很久了 而且也没有其他的外伤 也不存在服毒的痕迹 很可能是自然死亡 而从死亡的进入状态来看 曹良明在这里应该躺了有一段时间了 并且尽管尸体在干冰的作用下 腐化得到了推迟 但死亡时间肯定至少有一周了 具体的死亡时间 必须要等到解剖才能决定 可一周前 八重数折也劫尸案件还没有发生 随后 山下游精在床头的柜子上 找到了一份复印的病理单 似乎是一家叫信疗会的护理院的病人 山下游精和神户 马不停停地赶到护理院 在护理院他们了解到 曹良明是一年前转院走的 而来交涉的人正是八重数折也 神户问院长 为什么患者的名字写着不详 院长解释道 因为他在四年前来到护理院的时候 就身份不明 一直处于昏迷状态 就当两人在护理院调查时 独自守在工厂的米泽 正在打电话给警方 身后却突然走来一个人 直接把米泽敲昏在地 等他醒来时 尸体就不见了 警方的人很快来到了现场 山下游精猜测 应该是公安部的人跟踪了他们 然后带走了尸体 从工厂回来后 山下游精和神户接受了高层的审问 总监问他 为什么要揪着过去的案子不放手 山下游精解释道 他现在明白 为什么八重数折也 会把在座的各位当做人质劫持了 八重数折也在调查曹良明 曹良明昏迷不醒 被警察医院以身份不明收监起来 神户补充道 七年前八重数折也被人诬陷 如果曹良明醒来的话 就能够为他作证 真相也就能因此大白 所以他把曹良明带出了医院 这时一个部长反驳道 案件早在七年前就已经结束了 哪里还有什么真相 山下游精表示 重要的事情仍然被隐藏在黑暗之处 他猜测曹良明是公安部的线人吧 此话一出 仅是听个高层脸上的表情都发生了变化 山下游精继续说道 对于公安部来说 曹良明知道的太多了 虽然他们现在并不清楚 他知道的具体是什么 但可以确信的是 曹良明昏迷不醒 不知道什么时候能醒来 可万一清醒后 不知道会说出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 也正因此 曹良明不得不以身份不明者 被收监进警察医院 另外 在公安部有一个叫做影子管理官的职位 可在人事记录上并不存在这个职位 用来处理无法公开的公安事务 而把曹良明作为现任 派遣出去的 恐怕就是这个影子管理官了 当时 属于公安部或者是附属部门的 可能是影子管理官的人物 有五个 分别是长谷川副总监 林木地域部长 松下通信部长 原子公安部长 以及警守姓贝部长 而这五个人都在八重熟植野 劫持人质的行列中 要揭露七年前隐藏的真相 八重熟植野就必须要找到 谁是影子管理官 所以他才会劫持种毒高层 想要质问清楚 可是现在曹良明已经死了 甚至尸体也不见了 他们无法找到更有力的证据 总监告诉山下游行两人 既然这样的话 就不要再浪费时间了 随后他把大河内检察官叫了进来 大河内告诉他们 曹比奈贵子已经提交了陈述书 他开始阐述陈述书的内容 八重熟植野曾经是 潮比奈贵子在警察学校的同学 还暗恋潮比奈贵子 事发当天 八重熟植野向潮比奈贵子表白 遭到拒绝后情绪激动 他到处想准备把他带出去 但失败了 出于报复心理 正好遇到警示厅高层例会 他便劫持了众人 神户激动地表示 潮比奈贵子不可能写出 这么无厘头的东西 可内头的总监却鼓起了掌 还对大河内说辛苦了 散会后 山下友经和神户两人 来到了警示厅的楼层 山下友经表示 八重熟植野扔下的发烟筒 是在走廊右边拐角书发现的 试想一下 在去十一楼的路上 八重熟植野在其中几层停下 然后扔出了发烟筒 可当他走出电梯 带着潮比奈贵子和发烟筒 把发烟筒放到感知器下 再回到电梯 可这时的电梯就已经关闭了 根本没有时间返回电梯 也就是说 一定有一个人在电梯内按着门 这就能解释 为什么曹亮明的尸体下 还会有干兵了 山下友经和神户 都忽视了潮比奈贵子 随后 两人来到潮比奈贵子的办公室 得知他去了保管室 神户立即跟着前往 却发现潮比奈贵子 把自己的配箱和子弹都带走了 而山下友经也在 潮比奈贵子的贵子里 发现了他和西村荣吾 八重处折眼三个人的合照 山下友经猜测 潮比奈贵子已经知道 谁是影子管理官了 与此同时 潮比奈贵子 正在警示厅大厅里等待着 而刚开温会回来的 长谷川副总监 也成群结队地走进了大门 潮比奈贵子举起手枪 却被前来的神户挡住 他刚想调转角度 也被山下友经一把拦下 潮比奈贵子就这样 流之泪看着长谷川 走进了警示厅 随后 山下友经两人 对潮比奈贵子进行了询问 潮比奈贵子表示 七年前他让西村荣吾 去救八重树折野 却发现了里面有一对 即将引爆的炸弹 寄存荣吾让潮比奈贵子 带着队伍撤退 而他则留在原处 正当他们准备带着 八重树折野逃走时 身后的炸弹却爆炸了 这七年来 潮比奈贵子一直觉得 寄存荣吾是因为他才死的 所以他一直放不下这个心结 始终在责备自己 那件事后 他的眼里再也看不到其他事情 直到初十三年后 他在寄存荣吾的目的上 再次遇到了八重树折野 八重树折野告诉他 这些年来 他一直在调查当年的件事 是有隐情的 因为他那天晚上 他清楚地看到了一个 文生的男人 正是曹良明 知道有隐情后 潮比奈贵子和八重树折野 开始调查那晚 到底发生了什么 在潮比奈贵子 调查公安部留下的资料时 八重树折野拿到了曹良明的照片 从而得到结论 曹良明就是影子管理官派出的线人 在没有通知公安部的情况下 影子管理官向上海黑帮组织 派出了线人曹良明 买武器和炸药 放在他们的藏身处 伪造成恐怖分子 企图暗杀美国国防长官的证据 同时影子管理官 向基村荣吾和潮比奈贵子一队 泄露假情报 让他们相信 他们是反美恐怖分子 随后 他们又被紧急派出突袭据点 还故意让曹良明引爆炸弹 也就是说 那个计划一开始 就打算把恐怖组织消灭 反正上海黑帮也成不了恐怖组织 潮比奈贵子接着解释 曹良明成为他和霸出术者也 最后的希望 所以他们把曹良明 从护理院带走 想要问清楚 影子管理官到底是谁 可昏迷的曹良明 并不能给出答案 无奈之下 潮比奈贵子两人 只好写了一份告发书 写下的所有他们知道的事实 交给了警示厅 包括总监在内的12名干部 可结果却是养活阴性 所有人都对他视若无睹 告发书被毁 曹良明也死了 霸出术者也不得不采用 更加极端的方法 可最终 山下友情向他保证 他们一定会让真相大白的 最后 潮比奈贵子告诉山下友情 他和大河内检察官做了交易 用陈述出交换影子管理官的身份 也就是说 大河内检察官知道 谁是影子管理官 他有劫持事件的室内录音 所以在会议室里 很有可能有窃听器 他们找到米泽 让米泽利用技术来探测 果然在会议室的竹子下面 找到了一个电池式窃听器 山下友情和神户找到了残屎官 询问他 为什么在山下友情 还没有送来八重数据的照片时 他就已经知道了 劫匪是一个人 残屎官解释 那是因为警察听打电话来 要求快速解决案件 并且 官方长也给他打了电话 问他抓一个鞋吃饭 要拖到什么时候 如此一来 山下友情两人便知道了 是谁安装的骑听器 他们找到了官方长 并拿出了那个骑听器 山下友情 请求他说出录音内容 可官方长显然不愿意 他表示 即使说出了真相 又能怎么样呢 事情已经解决了 犯人也死了 就算揭露了真相 能向谁问罪呢 他选两人无意义的事情 还是不作为妙 山下友情表示 这并不是没有意义的事情 我们警察能做的 只不过是为了那些 想知道真相的人揭发真相 官方长威胁山下友情 他之前就说过 如果山下友情继续这样 不停地声张自我满足的整论 他们两个就要站在对立面了 而他只想避免 和山下友情的斗争 而山下友情并未说话 不久 警示厅和警察厅 一起召开了一起会议 并发给了各位高层干部 一本警示厅人事刷新案 有的人看到这份文案 愤怒地喊道 这是什么意思 想把我们从这里清出去吗 甚至还有人说 警察听出了暴政还有什么 这时官方长的助理 拿出了截止案件的录音 并表示 因为不能一次性解决所有人 所以作为开始 就从山寨部长开始 并宣称 内部检查的结果 是过去问题很多 消除交通违章记录 私设小心库 收受贿赂 山寨部长很不服气地说 他这种情况 在这个地方很常见 明明以前都是视而不见的 为什么现在才追问 难道是因为 他是非职业公务员吗 这样一来 他就像是一个牺牲品 可却没人给他一个解释 回到办公室的山下友情 和神户 发现桌子上有一个相机 还有一张纸条 上面说 相机内有很重要的证据 山下友情把相机里面的 内存卡插在了电脑上 发现这竟然是 劫持案件的录音 里面是八重数折也 在会议室里 劫持人质的所有过程 山下友情听着录音 在八重数折也说文化后 却突然传来一阵 脚踩地板的咚咚声 山下友情立即想到 这是摩斯密码 在成功破解密码之后 山下友情和神户一行人 找到了准备航海的 长谷川三人 他们拿出那份录音解释道 这是事发案件当天 在会议室里落下的 然后播放了那段 摩斯密码的片段 摩斯电码由成短 两种信号构成 尽管在多数人听来 不过像是惯常的多角声 可航海系出身的 长谷川三个人 却一定明白其中的内涵 山下友情拿出 自己破解的密码含义 继续解释道 第一句话的意思是 干掉他 第二句是 松下你去引开他的注意力 信号继续 零没跳到他的身上 而最开始的信息是 我来开枪 听到这一切的长谷川表示 冷战之后 公安部市场处于 是否存续的危机中 90年代的教团事件中 2001年911事件 让公安部还有存在的意义 但是公众言论却认为 恐怖主义不会袭击日本 预算也会相应缩减 那个时候 显示公安部存在的意义 比什么都紧急 而在日本 只有警察能守护国民 在支持中 公安部必须是中流抵住 为了一亿三千万国民 他们绝不允许那些 智商谈兵之人 破坏公安部的权威 山下友星却告诉长谷川 那么他完全忘记了 被他杀害的 鸡村荣吾和八重树水野 都是无可替代的国民之一 表面上他是为了国家利益 可实际上 不过是满足自己需求的小人罢了 影片的最后 山下友星和神户 跟着官房长 走出地下室时 官房长却被突然冲出来 三宅部长刺杀了 最后 山下友星在官房长的葬礼结束后 决定利用三宅部长 来逮捕长谷川散人 山下友星表示 即使违背了官房长的意思 他也不会改变自己选择的路 这也是他给官房长的临别赠言 在2010年12月23日 上映的《相棒剧场版2》中 小野田官房长 从警察厅的角度 意图控制警示厅 高层干部的人事任命权 以达到警察厅与警示厅之间 权力关系的清晰化 即在上部的权力集中控制 可最终小野田官房长 被三宅部长刺杀身亡 在主导人死亡的情形下 警察厅对下部阻止的权力延伸 以及在上部的权力集中控制的竞争停滞 看完电影 你有什么想表达的呢 欢迎评论留言 我是巴哥 下次见